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天上的天象就会在那几个特别的日子上有特别的现象 这些现象不是最近才出现的 是根本由创造的时候 天象已经确定了 换句话说 就好像这一节经文里第九节所说 其实关于那个日子 其实不是未定的 不是未定的 在旦以理的时候是定了 但是只不过是隐藏和封闭 你明明一样东西 就是说 原来神用多上百倍的经文去记载的那一天 为什么祂要大废周章 原因就是祂用上百倍的经文去隐藏和封闭那一天 这个就是其实祭神的心意 但是好了 他封闭这一天的原因是什么 原因就是 神是控制人类历史的主在 而实际上 他在圣经里面 是留下了很多功课 是给每一个时代的人去完成的 据个简单的例子 在旦以理的时候 就如我所说的 根本都没有那些节日 是不是 根本就不需要研究的那些节日 在旦以理的时候是没错 是有七个节旗 但是没有外加的这些摩西律法书 没有记载的这些事件和行的这些礼仪 主耶稣的时代的时候 祂就来确定这些 去印证这些礼仪是神认可的 你见不见 所以原来就算由旦以理的时候 去到主耶稣的时候 已经是有另一个层次 这个就是为何主耶稣是要去服了活之后 他用这么多的时间去教这些门徒 凡经上所指着主耶稣所有东西都要形容 是不是 好了 但是问题就是 不是等于来到我们这个时代 没有我们这个时代的功课 为什么 因为原来主耶稣当时留下的这些教导 对于我们这一代的基督徒根本也是封闭的 有几多人究竟知道主耶稣在四福音做什么 有几多人知道主耶稣在四福音当中 每次行的神迹 每次做的活剧都是配合捷旗的 是不是 无论是五饼鱼的时候 无论是行水面的时候 知道他叫死人服务 叫下硬得医治的时候 知道在哲期他站起来的时候 说他是世上的肝的时候 这些全部都是配合哲期的所有这些活剧来的 这个就是曾经我们在家序也好 主也好跟大家详细分享过 究竟有几多基督徒知道 明白吗 为什么他们不知道 因为他懒得他知道 圣经记载就是说 只有二人肯去清淨 结白自己并且熬练自己的 才慢慢在累积对圣经的认识下 他才会明白 这些本身已经隐藏封闭的秘密 因为这些隐藏封闭的秘密 就是为了隐藏不给恶人知 封闭不给恶人明 让他们永远没有办法得到里面的智慧和祝福 让他们永远没有办法有机会被提或者上天堂 明白吗 明白吗 因为这个不是我说的 这个就是这里第九节和第十节 前文后理根本就是说这个 你会看到本身在第四节已经记载了 不过你看到神研究清楚 我们今次灵修的第九第十节 更加清楚交代给我们知道 这个隐藏闭封闭的秘密 是为了神留有这个后着 这个后着是什么 第二这个后着就是原来神对于每一个时代的基督徒的要求 是一代比一代要求高的 到神回来的时候 他已经是要求那个时代的基督徒已经成为智慧人了 要求那个时代的基督徒的认识圣经 是比前人更加出雷拔碎更加多的了 前人看为封闭的东西 在他们那个时代是要被打开的了 因为原因就是神用了关于一个小孩在母覆里面 由受人变到成长 拥有他父亲的形象 的这个对比 去讲关于神在历代历世以来 所建立的教会 应有的成长时序 所以想让你知道的 我们的兄姊妹神对今时今日的基督徒的要求 绝对不会少过二千年前 也不会少过五百年前 而实际上 事实就是 他还比以前 对我们的要求更加多 因为神有留下一个 专属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功课 就是这个隐藏和封闭的书卷 是直到末时才能够打开 但是打开的这班人 就是懂得在他的信心信仰上面 是继续保持最优质的纪录 当我说到最优质的纪录的时候 有一点值得一提的 就是什么呢 其实兄姊妹 你一定要知道 就是我们的信仰 当我们真的懂得去锻炼他的时候 当我们懂得在这个信仰当中 按步就班成长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信仰的真实性 对于我们来说 就会更大的 你会看到每一个运动员 他们都会建立 不多不少 有几种自信 比如举个简单例子 我们讲一个演奏家 你要看这个演奏家 他不跟所有那些 刚刚开始去考 几多级钢琴的那些小孩 为什么呢 因为几多级钢琴的那些 你要看到他们会紧张 他们不知道怎么办 但演奏家你会发觉 我说他对着几千的人去演奏的时候 他都有那份自信 那份的轻松 那份的水准 分别是什么呢 分别就是 你会看到这些刚刚才考几多级钢琴的人 这些人的练习是少的 但是对于这些演奏家 练习已经成为他生命的一部分 明白吗 就是说他随时都可以 随时可以表演 随时都可以去显示 他自己拥有的才能 因为那种技术 对于他来说是绝对真实 我说是绝对真实 为什么我会这么说呢 原因就是 你知道在信仰上 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 他们好像刚刚初考试的一个初歌一样 就好像一个初歌 探奏钢琴的技术 对他来说不是绝对真实 对不对 起码不是具有一个演奏家 那种绝对真实的感觉 他虽然明明那个抗琴在他面前 手指也是属于他自己的 但是问题是这个初歌 一紧张的时候 他就好像都不知道弹什么好 或者会弹错 对不对 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 有很多基督徒在信仰上面 虽然信仰是真的 但是如果他不懂得去操练的话 当他需要这个信仰去医治 去面对冲击 甚至到将来会被看的话 他才发现这个信仰 对他来说不是绝对真实 对于某些人来说 他让信仰帮助他 圣过他的道德的软弱 圣过他的罪 他让信仰使得他完全投入 在教会当中 由肢体变成身体 他的生命当中 每一个礼拜的每一天 他都会花时间去操练他的信仰 无论是讨告 无论是看圣经 无论是侍奉 你会看到 同样是信仰 但是这个信仰对于 一个初歌来说 这个信仰对于那个人来说 是绝对真实的 弟兄姊妹 你知道吗 圣经对我来说是绝对真实的 无论我看到哪一段经文的时候 我都可以跟你分享 我自己对那段经文的心得 无论在信仰上 关于神迹也好 奥秘也好 启示也好 智慧也好 关于预言也好 关于历史也好 关于现在我们所说的陰魔论也好 对我来说是绝对真实的 因为我日以继夜浸淫 在这个范围里面 所以我现在说的 不单在信仰上 都有这种现象 其实就算我们所说的 世上各样 我们称为现实的 明明是现实 但对于 不能够操控的人 他们都觉得 那样东西 不是绝对真实的 明白吗 所以为什么我会用 记录的保持者 大家去分享 就是因为 记录的保持者 那种水准 对于保持记录的人来说 是绝对真实的 不是虚幻的 弟兄姊妹 这个就是为何 圣经说要我们去操练敬 为何我们要去奔跑 我们要去使自己清静 结白 使我们被熬练 因为原因就是 我们为了信仰 去经历这些时候 或者你会觉得 哇我们为主受苦 真是吃虑 真是惨 对于恶人 就是这样想 但对于那些 真是看信仰为先的人 他发觉经历了这些冲击 这些恶念 才使得他 在面对真真正正被提的时候 信仰对他来说 都是绝对真实 实际上 将要这个行为 说可真如非而至 这些敌基都好像UFO那样出现 你会看到到时 全世界都会受这个考验 到时对他们来说 究竟信仰是真实 还是敌基都是真实 但以利书第十二章 第九至第十节 那说但以利亚你只管去 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 直到门事 必有许多人使自己 清静结白 且被熬练 但恶人仍必行恶 一切恶人都不明白 唯独智慧人能明白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入口里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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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